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怎么回事 我居然还活着 不对 这里是 我大学时期的宿舍 我不是没死 而是重生了 为什么身上会有这么多伤 替你灵气全武 三万年修炼毁于一旦 真的好狠哪 用力修炼到至强剑尊境界 却在我成就神王之际 你乃云决定无数强者的围剿 最后历劫 寒恨而终 也许是空间无法承受那么多强者 同时爆发的力量 竟然我又回到了大学时代 这所云海大学 我既重生 那便是你们的不幸了 待我踏入云绝顶 便是你们的死期 已经醒了 巫府 李孟瑶 我想起了现在身上 为什么都是伤了 可恶 既然已经分手了 你送给我的这些垃圾 都还给你 之所以受伤 是为了找李孟瑶求证分手原因 当众羞辱 还得罪了贺天昊 这小子底线我都很清楚 他爸就在我公司上班 因为得罪贺天昊 父亲被贺天昊父亲公司直接开除 你还有事吗 吴福 就你这实力还敢无端去得罪天昊 也不照镜子瞧瞧自己有几斤几两 贺天昊让你和你那穷爹去给他下跪道歉 然后你爸就可以继续留在公司工作了 毕竟你们全家就靠你爸每个月扫厕所生活 李孟瑶啊 那时的我应该是真的喜欢你吧 毕竟当时那种心情 到此刻都还有记忆呢 可惜 现在 男儿膝下有黄金 我们不会去 到这种时候了 还死鸭子嘴硬吗 回去告诉贺天昊 他想怎么样 我随时奉陪 我其实是看在以前的情分上 专门来提醒你 既然你不知好歹 死了也不该 看来需要在找上门之前 恢复伤势 提升实力了 还好功法密集结在脑海中 目前最适合我的 应该就是这本九名炼气诀 踏入炼气境 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接下来开始疗伤吧 剑行 我的新陈剑 我以为你被人抢走了 没想到还能在这里相遇 未能踏入炼气境 就出现化形神兵 太过耀眼 一旦被其他修仙者发现 极有可能引来不必要的麻烦 看来是想多了 想必你也受到了极大的损伤 只剩下剑柄了 伤势恢复了一些 可以试试目前自己的力量 就在这里吧 只是普通的拳脚功法 居然带着锋利的间隙 道歉吧 我等着吧 地球上的灵气稀薄 修炼到炼气还是没问题 想要更进一步的话 灵气的浓度远远不够 巫福 巫福 你在这里吗 他平时就喜欢到这里来 真不巧 他今天好像走了 要不明天再来 我一定把他给你找出来 我看你小子就是耍我们 王萌萌 我大学时期的摄影吧 也是我上一世在地球上 唯一的朋友了 大 大哥 无福伤才好 浩哥那边我去求求情 就放了他吧 浩哥上次看你孝顺得有诚意 才没有把巫福的腿给打断 是巫福找死 在嫂子面前撞 这次啊 谁求情都没用了啊 你小子不由我们到这儿来 你这畜生很嚣张啊 你这畜生很嚣张啊 别别别 他只是一只动物 没必要 呃 呃 你小子 啊 啊 啊 在我生气之前 你们最好快滚 最强神王 每周六周日更新一集 春节期间人更七天 看我仗见都市 成敬 最强神王 这次啊 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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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只吃烤